What did HIPAA stand for? 好 HIPAA stand表示代表什么东西 What 代表什么呢 谁跟我说一说 我们刚才强调这么多次 对 健康保险流通责任法案 最主要这几个字一定要认识 必须要认识 HIPAA代表什么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in CT 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 其实你看这个非常长 但是需要认的字并不多 Health Insurance 这个大家基本都能认识 这个大家一看就认识 因为我们自己天天上健康保险 肯定知道 只是后的Pertability和Accountability ACT是法案也不能管 就是一个P一个A这两个 大家记住两个Bility就对了 Pertability和Accountability HIPAA的目的是什么 HIPAA是为了干什么用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对啊 保护客人的隐私 方便结账 没错啊 我们看他说的这个 HIPAA指在Protect the rights of consumers of healthcare 保护医疗保健消费者的权利 Protect 保护一个医疗保健消费者 其实就是什么呀 就是Customer 就是Client 就是我们的客人 保护客人的一个隐私的权利 HIPAA HIPAA Insures 是什么意思 确保 没错啊 确保 确定 确保谁呀 Client Information Remind Remind 确保客人的这个信息 确保客人信息怎么样 对保存 那么确保客人信息保存 这个叫做什么呀 这个叫保密 confidential机密 有同学说这个 确保这个词很好认 Sure S-H-S-U-R-E Sure就是确定 这个老外的口语经常会有 Sure 没问题 就会确定这个事 对吧 Insure就更加确定 HIPPO确保保留客户信息 confidential机密的 机密 A reason for a practitioner to comply with HIP-O-Ds A reason 一个原因 for a practitioner 对于一个模式 to couple with HIP-O-A 支持这个HIP-O-A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遵守一个原因 遵守这HIP-O-A这个法案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保密 所以大家一看到HIP-O-A 就想到第一个字是保密 第一个字想到的就是保密 从业者遵守HIP-O-A的一个原因是 supports confidentiality practices 支持保密做法 支持一个保密的做法 实际上就是中间这个字 保密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must be able to must be able to 就是必须 必须能 be able to 就是can 就是能 must be able to 就是必须能够怎么样 can 对吧 s e e c can 和什么呀 assist copy 和 复制 对吧 复制它的这个 什么呀 治疗记录 其实就是它的拿到这个记录部副本啊 this requirement is under which are 什么是ACT 对 这ACT就是一个法案啊 他说这个客人必须能够得到他自己的这个 报告副本 这是在ender 在哪一个法案的要求之下的 就是HIPA 客户必须能够查看和访问其记录的副本 这个要求是在哪个法案下 所以说了是什么事啊 这个说了是什么事啊 对 对 这是违反了什么 就是放一个客人personal 个人的信息 off 关于客人 就是放一个客人的个人信息 在你的website 而且还干嘛呢 for public review 还给大伙看 让大伙展示这个事 那么这个是一个违反了什么 违反了什么情况 保密或者是HIPAA 违反了这个 如果要没有HIPAA 有保密也可以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情况 是不是经常发生 我跟大家说 这个很有可能经常发生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 发现一个客人 有关神不随 或者是身体什么地方 有特别明显的不对称 你就觉得 这个客人如果要是把它治好了 对我是个很好的宣传 所以你给他照了张照片 等他做了几个疗程之后 身体非常的舒适 而且也平衡了 不像以前似的走路也不稳 你给他拍了个照片 拍了视频 对比了一下 他也很高兴 这个时候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把这个人的对比照片 或者视频放在了你个人的网站上 店的网站上 跟大家说 你看 我们治的按摩师 手法有多好 这样的病人都被我们治好了 这个就属于违反了报名协定 违反了HIPA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 如果你要想用客人做广告 一定要征求客人同意 让他签署一个 什么呀 release form 或者是知情同意书 对吧 informer constant 微信朋友圈当然也算 对呀 当然也算 你只要没有经过这个客人同意 你把它发在任何的地方 都算 这是个人的隐私 这个你不能在不经同意的时候 发出去的 这个不行的 所以大家记住 这种事是经常会发生的 这是有违法规的 如果要是想发 不是不行 你和客人商量一下 大部分客人会很好 没问题 你只要不拍我的脸 或者是不写我的真实姓名 都可以 有的客人会有这个要求 那你就遵照他的要求 然后提前把这个视频 或者照片给他看一下 他说行 但是大家注意 一定要先自己写一个 这样的知情同意书 我打算干这件事 你同意了 留一个字 免得以后他告你 口头上是不行的 好 先来记住这一点 将客户的个人信息放在您的网站上 供公众审查 违反了什么条件 A POSE 好 看一个应用题字挺多 The practitioner has a client who if well known celebrity to win publicity The practitioner tells the local news s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out consent of client What is this action? 最后一句就是 What is this action? 就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放在什么地方 对 The practitioner tolls the local news station 干嘛呀 对吧 他直接把这事告诉当地的新闻台了 after relationship without consent of client 对吧 without什么呀 没有经过同意 没有经过客人同意 他就把客人告诉新闻台了 这属于什么呀 这狗仔队呀 是吧 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人 啊 说我们店里面接待了两个NBA的热火队的篮球主力队员 赶紧打小报告 说谁谁谁来我们店 马上见报纸了 这个就属于什么呀 泄露客人的个人经历 违反了保密协定 这个不能说 这和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打广告是一个意思 啊 是 我没有放在我个人网站上宣传 那你倒是放在新闻台去宣传了 对吧 这个也不行 啊 所以大家记住 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啊 也是有这种情况 好 从业者有一位知名人士的客户 为了获得宣传该从业者在未经客户同意的情况下 将这种关系 告知当地新闻台 这是什么动作 Bridge the confidential 泄露了机密 泄露了机密 好 有朋友说是 say nothing 什么都不讲 说这道题说的是什么事呢 老公问他老婆的治疗情况 严谨一概啊 人家给你写了个小故事 总结了一句话 一个男客人啊 把他的妻子啊 介绍给这个按摩师了 然后呢 他就问这个按摩师 那多少好 治疗好几次以后呢 他就问这按摩师 我妻子治疗情况怎么样啊 这个时候 这个按摩师 What is the practitioner best response 什么是最好的回答 什么是最好最专业的回答 刚才有同学回答的时候 什么都不说 这个可以是一种回答 你问我我就不理你 但是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最好你得搭理人家 你不能不说话呀 是吧 人家问你话呢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回答 我们应该怎么说 对 让他妻子写这个release form 如果他妻子写了release form 那可以的 我们看一看啊 官方的答案啊 是个什么样子 一位男性客户 将他的妻子介绍给他的从业者 在他接受了几次疗程后 丈夫询问从业者 他妻子的疗程进行的如何 从业者最好的回答 我的回应是什么 I can share that information with you after she has signed a medical records release form 在他签署了医疗记录发布表后 我可以与您分享该信息 这句话呢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美式回答 美式服务的回答 I can share that information with you 先告诉你 我可以把他的信息给你 什么时候 有一个条件 after she has signed a medical records release form 当他签署了这个发布表格的这个记录之后 我可以给你 这些东西呢 也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很有可能遇到的情况 从这个经营角度上来讲 想开店的同志们 把这话记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官方的回答 我们在考试之余呢 也学了英文了 这句话写得非常好 非常有礼貌 而且呢 不失我们的规定 保守我们为客人保守信息的秘密 遵纪手法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A client regularly brings his wife to massage But this time he brings a different woman and is very attracted to her as a practitioner what is the best cause of action 好 我们看这句话又说了 真的 人家可没说带着老婆来 人家这里的媒体 带了 提了这个wife sorry 对 对对 我没注意这个wife A client regularly brings his wife to massage 先告诉你了 这个客人啊 通常带着他媳妇来做按摩 但是 这次 他带了different woman 而且呢 and is very attracted to her attr att 看到这att 哎 对 一看到这att 就是很接近 我们在学这个运动机能学评估里头 有att开头的词 是什么attack 是什么呀 附着 大家还记得吗 啊 所以呢 一看到att 就是粘在一起了 就附着了啊 这附着在这个女人身上了 好 两人非常亲近 那么这个时候 I is he is the practitioner what is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 这个阿牧师应该怎么办 对啊 不去指出他这个变化啊 我们可以偷偷打小报告吗 给他媳妇打电话 发短信 可以吗 不行啊 这个不行啊 告密的不行啊 告密的不要啊 好 虽然啊 你觉得这个不太妥当 但是呢 作为治疗师 我们也并不能揭穿他 啊 这是保护客人的一个隐私 保护客人的一个隐私 好 我们看看 给出的目标答案 一位客户经常带他的妻子来按摩 但这次他带了一个不同的女人 对他很亲近 作为他的从业者 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conduct best touch without comment 不加评论的进行按摩 不加评论 啊 without comment 不说话 啊 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 to clients who have recently divorced from each other party pay you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other act their respect obsession your action should be too you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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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离婚的 两个人 这俩以前经常来 但是离婚之后呢 都各自来找你 想打听一下什么呀 想打听一下 另外一个人的情况 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办 什么都不说啊 让他们签署一个通讯书啊 对方让我说 我就可以说 可以吗 可以吗 对方签了通讯书可以吗 对方如果要是签了通讯书就可以了 虽然对方肯定不会签 虽然对方肯定不会签的啊 但是法理上是可以的啊 好我们看一看啊 看一看他给出的这个具体的说法 最近离婚的两个客户 在他们各自的会议上 拉拢民意获取有关对方的信息 你的行动应该是 Tell them you can't violate the rule of confidentiality and you hope they will respect that 告诉他们你不能违反保密规则 你希望他们会尊重 告诉他们 you can't violate 违反一个的 rule of confidentiality and you hope they will respect 希望他们尊重你的这个情况啊 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业操守啊 我们不能违反这个保密协定 不能说 到这道题为止啊 大家发现没有啊 同样是说保密这个事儿 同样是不泄露客人的个人信息 他给出的答案千奇百怪 出题的人想怎么出怎么出 想怎么写怎么写 只要表示答案了这个意思就可以 所以啊 这个道德的这一部分 的确是考验大家的词汇量和阅读能力 啊虽然是这样 我们仍然还是需要找到一些关键的对应词汇啊 比如说违反了什么保密 你通过这个违反了保密这个事儿 哦了解到我们题目提到的 询问对方的信息information 对吧 询问对方的信息 这个时候information about another 你看到这啊 询问其他一个人的信息 我们要保密 英文差的同学就只能通过这些我们单词 学习的时候给出的这个重点单词 来对应回忆知识点 来猜透这个题目 你让短时间之内啊 把这个英文恢复到或者是学习到提高到 都认识可能不是太现实 但是啊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重点的单词来回忆这个知识点 所以我一再强调大家知识点是第一位的 要明白这个事情 然后对应的再记单词啊 如果知识点不清楚啊 单独背单词速度比较慢啊 速度比较慢 当然了这个如果要是英文有英文基础的同学 那么这些题目很容易就看懂 这都非常常态化的 口语化的词 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用题 一个小短文 那么判断起来道德方面就很可能会容易拿分啊 好我们再继续看 好又是一个小用题 说了个什么事儿 对啊 有同学一下子就想到了我们刚才说单词的时候提到的这个关键的词组 一个队员问这个阿摩师关于其他队员的一个情况 伤势情况 前面第一句话重要吗 我个人认为不是太重要 对吧 他就是交代了一下这个事儿 啊 Hockey Team 什么是Hockey Team啊 哎 对 好 那么其实你不知道这个Hockey Team对于这道题的分析有影响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对啊 不管他是什么team 后面都说了 这个team member asked the practitioner about the condition his enjoy teammate 无论他前面这个词是什么 后面都是说了同样一件事 所以这前面这个就不重要 有没有认识不认识 无所谓 这是曲棍球 啊 这是曲棍球 那么你有必要认识这曲棍球吗 当然认识的更好 没认识其实也无所谓 没办法 没关系 对吧 那么 一个按摩师 给一个曲棍球队来提供按摩 他先告诉你一个场景 在这个场景下 这个队员问这个按摩师 他们有个受伤队员的情况 后面就说了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 for the practitioner to take 最后这句话也挺长 我希望大家能够很熟悉这句话 一看到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action 就都知道 哦他问这按摩师要怎么办 很多题都是占了三行字 就是问你怎么办 都不用一个字一个字去分析的 他每一个是什么 每一个去记 一看到这就知道 让你怎么办这个事 那么重点就是中间这一串 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的情况 你要怎么做 好 我们看一看他给出的直接答案 一名从业者为去供球队提供按摩 一名队员向练习者询问他受伤队友的情况 以下哪项是从业者采取的最佳行动方案 direct conversation with the team member away from the injured player's condition 与队员直接交谈远离受伤球员的状况 远离一个受伤球员的状况 其实就记住这个远离受伤球员就ok了 前面说这直接谈跟这个队员直接聊一聊 告诉他不要去关心这个事 我们不谈这个受伤的球员 所以你看这个答案 它可以改成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个回答 只要前提是保证不谈这个球员的状况就对了 所以这道德的题大家一定要议会 一定要理解这个意思 然后去判断 不要死记这某一个字某一个词 必须要综合的去考虑 这就简单多了 这说了什么事 对啊这个就一看就看见中间的词 前面说 the practitioner and her friend are in a party 表示了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可以给你换成任何的场景 在party上 在游泳池里 在饭桌上 对吧在商店里 在超市里 都无所谓 没有区别 区别是什么 区别是her friend asked about client surgery 就是这个朋友询问他这个客人的手术情况 只要明白这个情况 我们就知道怎么答了 这个时候 这个按摩师应该怎么干 对不说 对对可以 只要这个病人 这个客人他签了一个release form了 指定这个朋友是可以知道的 那是可以的 say nothing 什么都不说 从业者和他的朋友 在聚会 他的朋友 询问客户手术的情况 从业者应该怎么做 say nothing 什么都不说 对吗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解答方法 就是我们刚才学到的那道题是什么 Tell them you can't below the rule of confidentiality and you hope they will respect that 就是告诉他 你不能违反保密规则 希望他们会尊重 对吧 这些答案都是可以后患 完全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都没有问题 好 我们看看最后这一个例子 对 法律的什么 你试着不去解答这个字 看看能不能说清楚这道题说的是什么 一个按摩师要退休了 要卖他的这个小证所 和这个 对 来避免一个法律 关于church of the fragile indicatement the retiring practitioner 这个要退休大摩师要怎么做 这些词 对留住了啊 留住了客人的这个记录 实际大家看到这道题当中声词蛮多的 啊 竞争对手啊 competitor 竞争对手 后果 啊 法律的后果 啊 还有什么欺诈啊 诱因指控 这些东西 没有必要认识 你不认识 其实这道题也能解出来 啊 大家一定要锻炼啊 在没有把每一个字都认出来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够大致理解提议 一定要锻炼这个能力 因为考试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每个字都认识 所以大家通过这道题很明显 一个按摩师他去退休了要卖他的这个practice 卖他的产业卖他的这个小工作室对吧 卖给谁 无所谓 卖给竞争对手 卖给他朋友 没关系 这卖给谁都没事 所以后面这个词其实并不重要 然后 这句话重要是避免这个有法律上的一些情况 避免有法律上的一些情况 至于什么情况 都是法律上的情况 所以我们只要看懂了 按摩师要卖他的产业来 为了避免法律上的情况 这个时候按摩师要怎么做 就基本可以理解这个题 好 我们看一看他怎么说 一名从业者正在退休 并将该产业出售给竞争对手 以避免欺诈性又应指控的法律后果 退休的从业者应该 with hold client data to avoid confidentiality issues 保留客户数据以避免保密问题 保留客户数据 hold保住了客户数据 来避免一个保密泄漏的问题 只要理解到这一层次 我们把这个知识点搞定了 然后重点的几个单词找到了 这道题其实也能解出来 这道题是个一个比较有特点的题目 生词蛮多 当然了英文好同学说我都认识这个 无所谓 英文差一点同学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在一些不认识的词当中 找到我们经常提到的知识点 这个是需要练的 要大量的看这个题目 来理解这个题目 熟悉这个题目 我们才能找到 你说我一天只看一次题目 这个找不到 这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练习 找到这些题目的一些提点 好吧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分析到这儿啊